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要学习文言虚词 若 大家一起看一看以下的句子 若被与被怯心 上下齐同 侧疑安抚 出自司马光的赤壁之战 第二句 如被之 且若 若独之苦 留宗元的布蛇者说 以上两句 当中的弱字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和这里 第一句的弱字 是连词来的 可以解释为 假如 如果 就是表示假设 这意思 这里来说 如果留宾 与他们同心协力 上下团结一致 就适宜安抚他们 至于第二句的弱字 就是人称代词来的 可以解作你 或者你们 这里来说 这句就说 你真恨这份苦液吗 弱字呢 还有其他用法的 大家再看一看以下的句子 第一句 山有小猴 仿佛 若有光 出自 涂潜的 桃花原记 第二句 以若所为 求若所欲 由原木 而求羽也 出自 孟子的 梁慧皇上 以上两句的弱字 分别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的弱字是动词来的 就解作像 好像 这样的意思 这句就是说 山那里有一个小口 隐隐约约 好像 有亮光 第二句的弱字呢 是指示代词 可以解作 这样 如此 这句来说 这句意思就是说 以这样的行为 去求取 这样的欲望 就好比 攀上去树木 去捉如一样 总括来说 弱字就有以下的用法 第一 可以用作连词 可以译为 假如 如果 表示假设的意思 第二个 可以做人清代词 可以解作 你 或者你们 第三 可以做动词 可以解作 像 好像 这样的意思 最后可以做 指示代词 解作 这样 如此 好 现在考一考大家 下列四句的弱字 分别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 书法 不如若 下棋 若不勤悟 第二句 收端 苦手沉淫 若有所思 第三句 若分兵二路 左右夹攻 真我君必成 第四句 以若所论 断不能服人之心 那这四句 那这四句 都有 若字 那到底是 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 若字 是人清代词 解作 你 这句呢 就说 书法 我给不上你 下棋 你 你给不上我 第二句的若字 就是动词来的 就可以解作 障 好障 这样的意思 这里 后面的一句 就是说 好障 想着一声问题 第三句的若字 是连词 可以解作 假如 如果 这里来说 假如 兵分两老 第四句的若字 是指示代词 可以解作 这样 如此 这句意思呢 就是说 以这样的言论 一定不能令人 心服 好 现在有个练习 给大家做 是个语译的练习 先解释下列各句里面 若的意思 然后再语译传句 那这几句呢 刚才都看过的了 记住试试自己做先哦 第一句 司马光这句呢 就是 若字呢 是叫做如果 这句就说 如果留備 同他们同心协力 上下团结一致 这样呢 就适宜安抚他们 第二句 柳宗元那句 若字呢 是叫做你 全句呢 就说 我对他的遭遇呢 感到好悲伤 就问他了 你憎恨这份苦 你憎恨吗 第三句呢 若字呢 解 像 动词 这里来说 就是说 山口呢 有一个 山呢 有一个小口 隐隐若若 好像是 有亮光 第四句 羊呢 就是解 这样 全句语 就是 以这样的行为 求取 这样的欲望 就好比 攀上树木 去忠如一样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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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